詞曲 李振 осв 曲 李昕 作詞 李昕 曲 李昕 作詞 李昕 編曲 李昕 不离古舊世家 这乃是羞辱痛苦极好 深爱自主耶稣 为世人被定死 这乃是羞辱为我罪爱罪宝 故我爱高举狮子宝家 直到在初台前见出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家 此时教科幻公已冠绵 主宝为世自家 乃是人所今世 我却认为是深爱可夸 深爱自主耶稣 力气天堂融化 被此扑驾走向哥哥堂 哥哥堂只是家 虽然满游血迹 虽然满游血迹 我仍然依此交为眉神 如果此线 封三说医師在自家 飞游戏 呃政治中 운동 时期的生物 雅飞游戏 보�予走在此 直到在竹台前见竹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将可换 此时将可换 共义冠冕 故我乐意背负 此奇妙的宝家 甘愿收拾人情 事如芒 无日旧主在你 迎接我同身天 永远分享容赴在天家 故我爱高举十字架架 直到在竹台前见竹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将可换 共义冠冕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将可换 共义冠冕 亲爱的家人平安 今天是12月13号 礼拜二 我们美言的经文在贴前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 好我们进到新约里面 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对吗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谢谢你 主啊 又是新的一天 主啊 这就是一个充满了圣诞季节气愤的一个12月 主啊我们仍然要警醒读你的话语 也祝福我们的家人今天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美好充满你的力量 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 给我们有启示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那美言的标题是 活出兴旺爱的人生 那今天这几节经文 保罗劝勉这些信徒在教会 包括在小组里面 应该要如何彼此相处 所以非常重要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有一个尽钱的生活 我觉得这太重要 所以我要把这个经文 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不好 12节开始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要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招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这是十二十三节 十二十三节 他说就是要敬重 他说 所以我的标题是 以爱心成全 彼此和睦 就讲到我们跟属灵长辈 或属灵的同辈 要如何的相待 就是在小组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小组 区 牧区等等 那这里说对属灵的长辈 这里说要什么 敬重 十二节说敬重 首先这是指着什么 是治理我们的人 劝戒我们的人 比较指的是领导我们的 在我们教会就是 我们的小组长 区都 区长 区都 区牧等等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十二节很清楚就是 敬重与尊重 十三节 用爱心格外尊重 敬重与尊重 还特别提要用爱心尊重 那尊重 那尊重什么意思 他的原文字根 的意思是知道 就是含有体量 体量他的劳苦 了解他们为主做工的艰难 有这样的意思 那这一点在我们教会 非常的明显 多数的家人们对待传道人 都是很爱护跟尊重 我自己尤其体会到 我常常收到亲爱的 我们家人的鼓励 也包括具体的爱心的表达 我内心常常感受到 大家满满的关怀跟激励 是我每天 我来到神的面前 都会问神说 神啊 你为什么 对我这么爱我 我相信在各幕区 大家也是这样的敬重 自己上面的领袖 在此我也其免所有 我们属灵的家人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就是要敬重尊重在主里面 治理包括管理领导 我们劝诫我们的人 第二 那对于我们这些所谓 做属灵的领袖领导的人呢 这边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 在你们中间劳苦 是这样的人 那为什么要敬重他们 因为他们在我们中间怎样 劳苦 牧养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学问很大的 对每一个牧养人的人呢 我们在我们教会 特别小组长区长区都 等等真的是有够劳苦啊 想想看 要把一个属灵的baby养大 简单吗 养一个小孩 肉身的小孩都不简单 而一个区目要领导多少人 200多到400多 500多都有 一个区长要喂养多少 几十个人呢 每一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难题啊 有的属灵生命是成熟 有的还有很大的生命成长的空间 那要怎么样来喂养呢 又要如何来领导呢 难怪很劳苦 牧师跟我很多年来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由于没有孩子 也没有父母要照顾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家就是教会 所谓的周三休假 做什么 也是在办公室预备功课 牧养电话 关怀电话等等的 我相信 许多我们属灵的领袖 也跟我们一样 但牧师跟我甘之如一样 因为我们是为异象 为使命而活 如果有需要 我们当然会休息去走一走 重点是我们享受着工作中休息 也就是安息 安息中工作 一个真正属灵领袖 绝对很劳苦 十三节 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工 这是讲到工作的种类 而不是工作的大小 信徒敬重神的仆人 不是因为他们有轰轰烈烈的工作 和名声位置 而是因为他们蒙昭硕 属灵的工作 是为了服侍主而劳苦 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很劳苦 那些开Uber的人 他们也好劳苦 我看着在烈日底下 他们这样子横冲直撞 我心里很不忍心 我们有一些企业族做总经理的 他们一天到晚要去飞到其他的国家 劳不劳苦 我也觉得好劳苦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为神而劳苦 我觉得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反而常常很多的平信徒的领袖 他们真的更加的劳苦 我们当中所谓好多的同工 我们教会所有的义工 劳不劳苦 劳苦啊 敬拜团 有没有 招待 有啊 种招 专招 等等 儿童同工 义工 等等 真的都非常的劳苦 我们都要敬重他们才是 第三个 对于属灵的同辈 这特别让我想到在小组中 在小区中 我们该如何彼此相待呢 最重点就是要彼此和睦 和睦 所以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第二个要勉力灰心的人 第三个要辅助软弱的人 第四个在十五节说要忍耐 好就是不能不能以恶报恶 十五节说不能以恶报恶 好反而要怎么样向众人忍耐 好那要怎么样 要追求良善 保罗教导的很清楚 这是教会中肢体彼此相处的原则 即使对方有什么让我们不开心的啊 好总有意见不同嘛 相处在一起啊 好说话呀等等 好我们总要忍耐啊 好这是让我们最好学习忍耐的时刻 不要以恶报恶 那是不信主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们凡事要忍耐 因为我们追求良善 我们学习像耶稣 而不是说 哦我看不惯他讲什么 我就不来了 我就不来这个小组了 不是不是 我们要学习忍耐 但是我们也要在爱心里面 好来勉励那些灰心的人 好有什么苦水啊有什么 我们总是在爱心里面来勉励 好这是这是对于属灵的 无论是上层或者是同辈的 好这是保罗所以讲到的 好那第二大点就是 以信心来落实神的旨意 这是在16到22节 16到22节 那这是我们常都会背的 要常常喜乐 好等等 第一常常喜乐 那喜乐是一个人成熟的标记 地上的很大部分的是 人生不如意的是怎么样 十之八九 地上的事都是叫我们忧愁的 可是我们要操练的是 靠主喜乐 是需要想练习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说的 我想到神我就喜乐 想到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家人我就喜乐 感谢主啊 不要早上起来礼拜天 我今天又要去做招待了 我要好早 不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要说主啊我可以服侍你很喜乐 我有体力可以服侍你 好第二个不住的祷告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 能不能停止呼吸 不能啊 好所以呢 属灵的呼吸就是祷告 也不能停的 就是心意上不断的来仰望神 什么叫不住的祷告 好像你的心总是跟神连结 总是好像在跟他对话 不断的来仰赖他 不停的跟他来联系一样 好那第三呢 凡事谢恩 如同约伯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对 对他承认自己一无所有 所以呢 他遇服或遇服或遭获 他都经过神的许可 神必有恩典 因为神是什么 良善的 神是良善 所以就能够凡事谢恩 感谢主啊 对 我的最近 双脚都要开刀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谢 我还能开刀 要不然怎么办 因为穿什么鞋子都会痛 神也在这当中有很大很大 奇妙奇妙的恩典 真的是 没办法 现在太长了 没办法在这里做见证 所以我就充满了感谢 虽然要把骨头削掉 打钢钉 其实是很辛苦 但是我说主啊 真的你还让我有这样的恩典 可以去开刀 可以用手术来解决 所以什么都感谢神 第四个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等等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领受 很多有关先知性方面的教导 我们的态度就是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 并且呢我们需要怎样 凡事查验 这个太重要了 不是说先知说什么我就要这样 不 要凡事查验 过去我看见即使 所谓世界级的先知 所发出的先知性的信息 都未必准确耶 对 所以呢 为什么需要凡事查验 圣经说 善美的才要持守 不是每个都要持守 真的 是善美的才要持守 所以我觉得 先知 面对先知欲言 我们的态度就是祷告 求神来 仍然按着她的旨意成就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个姐妹 她就是因为她的先生就是 等于她被抛弃 那当然她非常的不甘心 那当然她先生也认罪 好这样子 然后呢 她就躲起来 这姐妹就离开教会躲起来 有一天她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 她就躲坐在 那个最后一个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你知道那个先知其实很有名 大家也都认得她这个牧者 你知道她居然 就指着她 就是离塔利讲还很远 可是她把他叫起来 她就指着她 就跟她讲说 你会再回去 坐在你丈夫的那个 心里的那个宝座位上面 你知道吗 她就跟我这样讲 我就说 这简直是太好了 可是 十年了 都没有 不可能 所以你要怎样 你说 主啊 我不相信你了 不 不是 这里的态度说 不要消灭 神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 但是要什么 要凡事查验 我们还是等候 还是等候 那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也不懂 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 对吗 所以我们不能够就说 那我从此我就不要 我都不要听 这些都不是真的 不 求神帮助我们 善美的才持守 什么是善美 罗马书十二章说 要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总之就是符合圣经价值的造就人的 是与神属性相合的才要持守 相反的那些负面的卑劣的 与神属性跟圣经价值相违背的 我们都不能做 好第三大点就是 以盼望来愿意全然成圣 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这就是已经各样最后节语了 他说各样的恶事都要境界不做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等等 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开始 到第五章今天的内容 所有一连串的教导 特别在肢体生活中 如何彼此相待等等 这一切都围绕在成圣这个主题上面 保罗渴望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怎么样 全然成圣 全然成圣 所以二十三节说 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亲自 使你们全然成圣 所以成圣 这是我神对我们的期待 保罗说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无可指责 意思就是我们不会被责备 而成圣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而是出于神 我们羡慕 我们也照着说 神就把力量加给我们 保罗不仅相信只有神能够使人成圣 他更相信神必要保守我们在基督里 完全无可指责 就是说 对神会保守 但你要羡慕 你一直去犯罪 然后说我要成圣 神怎样保守你 对 你要跟神配合 从二十四节他说 招你们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你就我们就可以知道 信心根据三个事实 第一个神的选招 他招我们 对不对 第二个信实 神是信实的 第三个他必 就是神的大能 神的选招 神的信实 神的大能 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成就 神让我们成圣这件事 神所定制的就是 神一定会成就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祷告就是多余的 我们都不用祷告了 反正神会做 不 我们还是要祷告 祷告帮助我们的心向着神 因为人的努力和求 祈求在完成神旨意当中 有不可磨灭的功用和价值 求神帮助我们 我觉得圣经的教导 非常的全备 端看我们愿不愿意遵行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赞美你 谢谢你 你的话语真精炼 在人际关系上 今天你特别教导我们 也教导我们要如何来成圣 如何面对这些先知性 启示性 主啊你的话语真是全备 主啊能够苏醒我们的心 我们有你的话语 我们不仅知识上面得着 我们心灵里面 要把你的话当食物吃下去 主啊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养分 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我们有在关系上面 好像有卡住的 好像不可能 好像没有办法饶恕的 主啊让我们有恩慈相待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 主啊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 忍耐的果子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这样的心智 让我们今天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你的力量 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